各位同心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這節課要討論的題目是 國格格 我是新德州 新泰軍的軍修 我叫翁山傑 我們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叫西蘭公國 西蘭公國 西蘭公國 這就是西蘭公國 他以後的未來藍圖 這是西蘭公國 全世界最小的國家 計畫中 這是他目前的情形 這是西蘭公國 這在英國的外海 這是他的國旗 他在1967年 西蘭公國全國獨立 在英國的外海 他的陸地只有怒濤塔 那個怒濤塔是英國建的 在第二次世界財政的時候建的 開完之後 因為沒用到 本來是有駐軍 那個大概超五百平方 因為沒需要用到 英國的部隊全撤退了 撤退後 平台全廢棄 廢棄後 這個少少 因為他是一個公布電台的老闆 因為他在公布電台的時候 有一些觸犯到英國的法律 你知道嗎 就像我們的地下電台一樣 我們的地下電台 國民黨常常去操台 所以他就想想 去那裡 沾那個怒濤塔 沾來後 全宣布獨立 他自認為國王 很久了 一久三三年了 十二月二六 在南美洲的蒙特維多公約 蒙特維多這個城市 召開國家 全力與義務的公約 這是十九個國家 召開的義務 十九個國家召開這個會議 以後通過 什麼叫做國家 國家包含有哪些 第一個 國家包含權利跟義務 國家有權利跟義務 國家做為一個國際的法人 要有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的時候 要有人 人是最重要的 因為人有生命 人有了以後 要有土地 土地有了以後要有政府 再來要能夠跟 國外的邦交國建交 要跟人家建交 才能夠成為一個國家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要成為一個家 也是同樣要有四個條件 要成為一個家 也要有人 也要有住的地方 要能自己管理自己 而且要跟隔壁能夠交往 這樣才能成為一個家 你不能說 你自己家有幾個人都不知道 你自己家裡都不知道幾個人 那你怎麼成為一個家 到外面買便當 十個人你買了兩個便當回來 那大家都餓死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家裡有幾個人 不能像有的國家 他自己十幾億人口他搞不清楚 那他就不能成為國家 要懂這個最簡單的道理 你問每一個小朋友 他都知道他家有幾個人 對不對 對不對 中國人他們比較不一樣 他們的文化 要成為國 比較簡單 以前只要殺人頭就好了 用武器在圍牆裡面殺人頭 就可以成為國家 他們說 有土地 土地他們是認為最重要的 人民 人太多了 有什麼重要的 有主權 這樣就成為國家 這是中國的文化 西南的文化 比較落後 他們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就是因為天下都是皇帝的 所以他們叫做天下為公 要世界大同 問題就是在這裡 全世界誰要跟你公 沒有人你的家要跟人家公嗎 沒有一個人的家願意跟人家公的 只有他認為說 大家都會公 不可能的 世界大同 誰要跟你同 你要跟人家同 人家都還不一定還願意 誰要跟你同 是不是 所以這個簡單的道理要懂 國家 有定約的權利 就是定條約 不是國家不可以定條約 國家才可以進行戰爭 也才可以宣戰 但是人民不能夠發動戰爭 人民也不能拒絕戰爭 國家才可以發動戰爭 人民不能發動 這個是中國人的思想 不過他們以前叫做國 就是因為有諸侯 諸侯在的地方叫做國 為什麼 因為天下有很多國 這些國都是皇帝賜給這些諸侯的 所以很多諸侯都在圍牆裡面殺人頭 所以要成為國家就是有禍了 不過中國他們有在進步 他們說現在要成為國家 比較簡單 不用殺人頭了 他們現在只要有一點點王 就可以變國家了 有沒有他們現在的國 不是減血 不是裡面一個王一點點嗎 就有一點點王就可以成為國家了 所以他們有在進步 這就是支那文化的由來 這是東儀文字 東儀就是賢北那邊的人 就是朝鮮那邊 這些古文字 假古文 是東儀人發明的 現在也成為韓文 所以你不要以為 那個漢字有多老 漢字沒有多老 這個最多的是八千多年而已 這個香港的著名歌手 叫張明明有沒有唱的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都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花放屁壺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這條歌 他是說在唱皇帝 你不要以為你們是 以前 只有皇帝才是真龍天子 對不對 皇帝的孩子才叫龍子龍孫 老百姓 你說是龍的傳人 砍頭 哪有哪一個人是龍的傳人 對不對 只有皇帝的孩子才是龍的傳人 不要搞錯啦 龍的傳人你要造反 造反成功了 你就是變成龍的傳人了 懂不懂 你不會因為身上 恰龍恰鳳就變龍了 不要以為搞錯了 你在身上刺龍刺鳳就可以變成龍 不可能的事情 他也是刺龍啊 他會變成龍嗎 絕對不會 不要搞錯了 其實吃那人是豬的傳人 為什麼 我拿證據給你們看 他們一直強調他們是龍的傳人 那是皇帝 滿洲人跟蒙古人才是龍的傳人 漢人是豬的傳人 漢人 考古學家在漢人居住的地底下挖出來 都是豬的圖騰 漢人的字這個叫家 他們怎麼解釋家你知道嗎 叫做親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就是家 他親人都是豬啊 是不是 他的文化是不是告訴你很清楚 你們都誤會 龍的傳人 歌很好聽 家就是主的廟 主廟 神廟 神廟 以前他們是拜豬靈的地方 叫家 有沒有 把豬當成種族 叫做家族 把知那人居住的地方叫做家 其實啊 高樓大廈也是租住的地方 因為樓這個字就是求子的租靈 下呢 香港叫做吊腳樓有沒有 這個樓跟下都是居住的地方 這個是他的文化 他的文化告訴你很清楚 但是你都沒有人跟你講清楚 所以你會誤會 誤會你是龍的傳人 告訴你龍的傳人 你就真以為你恰龍恰紅 可以變龍的傳人 不可能的事 最早的漢文字 並沒有傳入台灣 他傳入台灣是由日本人帶來的 這些漢字是日本人帶來台灣的 不是知那人帶來的 大陸板塊這些日本人一樣是精通漢文 以前是日本把漢文帶來台灣的 這是知那的文化 中國的文化最差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只要跟女的在一起 通通不好的 這些字啊 大概有兩百多字跟女的在一起 唯一好的一個字就是跟小孩子在一起 才好而已 所以啊 女孩子沒有一個是好的 尤其是越多的時候 越慘 三個女孩子更累 所以中國的文化是非常看不出女孩子的 從來沒有一個女的在一起的說好的 只有女孩子少的地方才妙 這就是中華文化 中國的文化 其實啊 文字啊 應該是中性的 不可以偏哪一邊啊 這樣才對啊 怎麼可以女的通通是壞的呢 這些對女孩子很不公平 漢字啊 最大的問題啊 是學習非常不易 你想想看 你們從小孩子 從幼稚園就開始學中文 要開始背一整段 背一整句 然後要學造句 很不容易 所以 一般人根本付不起學費 以前啊 所以啊 他現在 每一個禮拜 安排很多的 漢文的 等於課課 所以啊 非常不容易學 中文是最困難的文字 但是他很漂亮 他學起字來 跟畫圖一樣 這個啊 很少有機會 有沒有 以前 學漢文 要上層的階層 才能夠學漢文 到武士運動的時候 那時候推廣啊 支那的文盲啊 到1949年 還有八成 所以學漢文 真的很不容易 不像寫英文啊 只有26個英文字母 寫完 你可以 拼了啦 26個英文 拆開每一個字 小朋友都很認識 很簡單 這些字 意啊 字 必 立基 疾 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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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字都一百多個 少億也是一百多個 所以你要從這個字裡面 人家跟你講說玉 你要問他 你說的是哪一個玉 很不容易 你如果讀一個玉 你要記一百多個 很累 同一個音 你如果認識這十一個字 裡面的字 統統認識了 你就認識了一千多個字 一個一百個 對不對 所以你只要認識這幾個字 就已經認識一千多個字了 所以其他同音字 接近百個的還很多 所以中國字很多同音字 所以學起來很累 中文 他說的話 從來沒有說好話過 他說的話 只要旁邊是遠部的 沒有一個字是好的 除了一個字 現在最常用的 你現在上臉書 最常用這個字 讚 這日好而已 原部唯一我找到就這一個好的 其實我們台灣也有古文 我們以前有文理 是好像都沒有團圓 我們以前有一個太古文 也有蝌蚪文 也有蝙蝠文 這個在這個太古文 在和平島搖出來的時候 日本人動作報 趕把歐彈去日本放 在那時候 歐彈去他們的博物館 日本京都地式博物館 歐彈去放 這個石碑 為台灣的和平島搖出來 就是這塊碑 現在放在日本的 保護館裡面 這塊是太古文的石碑 這個就是在朝連古道 虎字碑旁邊那塊 那塊牌子 這個叫古文 我的肉的古文 這兩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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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常常聽 你們老婆 如果叫你驚蝦 就叫你驚蝦 驚蝦驚蝦 就是這兩針 它向行又向陰 就是我們腳 在驚蝦 驚蝦驚蝦 就是驚蝦 驚蝦 這樣驚蝦有 還向行兩肩腳 在驚蝦 移動的義術 這就是太古文 我只有這兩針 所以 太古文叫釋團 簡單也是很漂亮 這就是 那時候入月潭 那時候歐彈的石碑 只有這蝸蝦蝦 這就是入月潭 它的原住民的文字 這個蝸蝦 是在荷蘭人 在1640年 所謂佛摩莎的蝸蝦 1640年 它就把我們畫得很清楚 差很少 所以 荷蘭人 對台灣也是經營的很用心 西班牙人跟荷蘭人 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沒有看到文字 所以 那時候 西班牙人跟荷蘭人 把他們的文 荷蘭文 帶來台灣用 所以 這些地名 都是西班牙人叫的 這些地名 現在還在 像北部的 山雕角 Sendiago Sendiago這個字 西班牙人很喜歡的 西班牙人到哪裡都叫一個Sendiago 美國也有一個Sendiago 墨西哥也有一個Sendiago 那巴渡呢 巴渡呢 巴渡叫 潘蘭蘭 彰化 半山 有嗎 百姓 台北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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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西班牙人 所以 古早時代 漢文沒有來的時候 我們是在用 後裔的 我們落山前 我們在用 後裔的 對不對 荷蘭人那就是 後裔嘛 這個 還比較經典 這是聖經的 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 左邊 是古荷蘭文 右邊 是新港文 新港文那時候在台灣有 這在1650年的順 這就是新港文 新港文那時候 定的 打的客戶 新港文 打的客戶 因為那時候 台灣是 叫做母系社會 所以 那時候 定契約 是女孩子 掌權 定契約 女孩子 才有 權力 繼承家產 那時候是 女孩子 女系 母系的社會 所以 女孩子的權力 比較大 定契約 都是女孩子 比較多 這是 找出來的 新港契約 新港文契約 新港人契約 大概1683年 最晚到1818年 都還找得到 女性 多為立契約人 許多的土地 還有見證人 都是由女性 出面定約的 還有在場做見證人 這也是 你不要以為這個是 英文 這外國文 不是 這叫新港文 寫起來很像英文 這就是新港文 他們寄數 很奇怪 他們寄的數是 三百個百 三十個百 或是三個百 他是另外算數 不是用阿拉伯直接這樣算 他如果 三百六十五天 他會寄成這樣 三個一百 六個十 五個一 這樣就是 三六五 這是 那時候 新港文 他們寄數的方式 這也是新港文 不過 這新港文 那時候 已經漸漸漢文 已經有進來 所以他定契約的時候 漢文 跟新港文 定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漢人 都不守信用 漢人 定約的時候 很多都不守信用 所以 一定要另外 立一個 新港文的約 或是英文的約 這樣才算數 有爭議的時候 以新港文為準 不以漢文為準 不以漢文為準 他們 又叫做 煩子 煩子打的 客用 什麼是煩子 我們都是煩子 因為 我們都是 錢拿人的外國人 錢拿人 他們叫外國人 都叫煩 不管是 紅門煩 白魔煩 紅煩 這些都煩 我們所有全世界外國人都叫煩 我們也是外國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知道嗎 這個 要看 新港文 雖然 新港文 那時候也 斷掉了 不過 我們要感謝這個人 這個 這個他名字叫 李先德 他是 美國駐廈門的領事 這個人 我們都要認識他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 改變了台灣的歷史 甚至於說 改變了世界的歷史 為什麼 因為他發表了這篇文章 改變台灣的命運 這篇文章 他說 台灣的土著 是否屬於 支那的管轄領域 他結果 找了很多的證據證明 台灣的土著 不屬支那所管 所以 那時候 日本 跟 訂馬關條約的時候 有沒有 馬關條約 不是把整個台灣 割讓給日本天皇嗎 結果 清國的大皇帝 把不是他的土地的部分 也割讓了 就是原住民住的地方 那個不是他的土地 他也割給日本 所以那時候 日本接到的時候 接到台灣的時候 怎麼都已經割讓給我了 為什麼還那麼多人在反抗 對不對 這麼多的原住民在反抗我 為什麼 他就去請教這個李仙德 他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還在反抗 李仙德就跟他講說 因為這些原住民不是支那人 這些原住民住的地方 還不屬支那領域 所以他割給你的時候 你要必須要把這些原住民 再一次的征服 降服 這個就是李仙德 他對台灣很了解 他到處去踏查 還寫了兩本書 叫台灣踏查 他透過 在1869年的時候 透過碧麒麟 碧麒麟應該算翻起來 中國人比較喜歡翻麒麟 其實應該算米其林 那個輪胎的米其林 有沒有 這樣翻才比較正確 他介紹熟翻 還帶了幾名通事 進入朗橋跟朗橋十八社的頭目 著其讀 定立 談判 定了 藍甲之盟 藍甲之盟 其實如果是一個國家的話 就會變成條約 因為原住民 他們不是國家 只能定約定 盟邦 盟約 不能定條約 所以他叫做藍甲之盟 藍甲之盟 怎麼規定呢 就說 以後 如果有傳難 西方的人如果有傳難 要舉紅旗 你如果舉白旗 我還是會殺你 要舉紅旗 我們會幫助你 那時候就是藍甲之盟 定了藍甲之盟以後 這個 碧麒麟跟李仙德 他們就去整個台灣去考察 他是畫一的美國人 曾經參加南北戰爭 他用 他官拜少將 參加南北戰爭的時候 是林肯那一邊的人 就是北方人 那時候 發 那個羅發號 這個羅發號 他們有很多的翻譯 叫羅浮號 羅梅號 羅妹號 其實 我們這樣翻都是錯誤的 我們直接用英文就好了 直接英文 叫羅馬 羅馬號 他們 美國人 喜歡用探險的船 都叫做羅馬 羅馬號 在美國很常見 所以你把它翻什麼羅 什麼號都錯的 直接羅馬就好了 羅馬 那時候 卓其賭 跟那個 李仙德 簽這個藍猛條約之後 又發生巴窯灣的事件 所以 那時候巴窯灣事件 也是日本人在擱淺 擱淺在那邊以後 又被 18番社這些人 又殺害 這個羅發號 在1867年 由廣東汕頭 十網牛莊的途中 在 那個 恆春七星岩附近 觸礁 當時 懷特夫婦 漂流到這個 古阿角 這兩個夫婦 被原住民給殺害 就是 排灣族他們殺害 而且還把手籍給割下來 他得到這個消息 就趕快 請求 清廷 來處理 但是 清廷 沒辦法處理 清國 他有跟美國定一個 天津條約 要處理這些事情 但是 清國 沒辦法處理 因為原住民還不屬他們所管 所以 他們 李仙德 要營救這些受難人 他美國派出海津提督 派了兩艘戰艦 兩艘戰艦準備要把這些原住民 把他征服 結果派去的陸戰隊 181個 結果 鎮亡了一名 也就是 他的副艦長 那時候 應該兩條艦 應該算艦長 他一個艦長犧牲了 他的名字叫麥肯 這個麥肯成為 美軍在台灣第一個犧牲的 美軍在台灣第一個犧牲的 這是這個人 這是181個海軍陸戰隊 登陸 跟原住民作戰 結果 因為地形不熟 被原住民打敗了 我們的原住民打敗美軍 這是第一次台灣人打敗美國人 所以定了藍甲之盟 藍甲之盟定了以後 就要舉紅旗 因為紅旗是我們規定的 如果是美國人他們規定 他們大概都規定白旗 這個酌漆讀表示 因為以前很多的白人 到他們擱淺以後都殺他們的族人 有一個族幾乎被他們滅族了 所以他們現在看到白人 都想要報復 因為李仙德去跟他談判的時候 運用很多技巧 他先帶了很多酒去 把這些原住民灌醉 到隔天要簽約 因為醉了一個晚上 原住民很喜歡喝酒 醉了一個晚上隔天要簽約的時候 還很不容易簽 結果這個碧麒麟 教李仙德說 你要施展一點魔力 李仙德說什麼魔力 碧麒麟說 你的左眼不是可以拿下來嗎 李仙德說忘了 他的一眼 因為他只有一個眼睛是好的 他左眼是一眼 他就把左眼拿下來 那些原住民一看 竟然有人可以把眼珠子拿下來 大惊失色 所以對他們很佩服 馬上簽約 簽南甲之盟 就是因為這樣來 所以以後歐美的傳 如果有發生傳染 要舉紅旗 原住民會給予救助 要舉紅旗為號 所以過了幾年 李仙德再去找左啟篤 再確定這個約有沒有效 所以他們已經變成好朋友了 但是清國也很聰明 這是他寫的書 清國人一聽到李仙德跟原住民定了藍甲之盟 清國也想跟左啟篤定約 因為他們清國也想要船從這邊過 怕也遭事情 所以也要定約 結果著啟篤怎麼講 著啟篤說 中國人知那人從來不寫首約 我們不跟中國人定約 這個李仙德他說 他在考察台灣的時候 他記得平埔族跟三地民族原住民 他們體態健壯外賣俱俏 行為勇敢 非常信守承諾 非常信守這個承諾 就是我們台灣外賣俱俏 英人較參詩 我們台灣人英人更參詩 就是非常信守承諾 講出去的話都是話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在外國人的心目中 大家都勇俗了 台灣人的祖先是沒有在過 園住民哪有在鬼 園住民只有在出草而已 還在鬼 哪有可能的事情 還有漢人說把園住民趕到山上 哪有可能 漢人是東亞病夫 哪有可能會把園住民趕到山上去 那是在跟你騙的 漢人哪裡有膽子 把首帆趕到山上 原住民對於他們家屋及附近整潔的程度幾乎一成不然 可以跟歐洲的模範農場相比 所以李先得對我們台灣人非常了解 這個李先得他到處去探訪台灣 帶很多水寵 這些都台灣人 他請台灣人給他探訪行李 知那人不守信用 狡猾 貪心 這些人格特質原住民都不喜歡跟他們交往 這個就是李先得他讀研有沒有看到 他們這時候到台南 勒蘭澤城那邊敲城牆 因為他們要知道這個城牆用什麼做的 萬一以後要打的話 要打仗的話才知道用什麼炮彈 不然這個城牆打不下來 所以他們要研究這個城牆用什麼做的 還請台灣人去跟他們盜走好不好 這個請說 想要派代表 跟著旗篤簽約 結果著旗篤說什麼 著旗篤派遣他的兩個女兒為死者 表示絕不喝詐欺萬端不守信用的知那人 遞絕合約 事與知那人血淡到最後一人 顯示這個約定不適用私信被信 詐欺萬端的親國 當時的親國政府傲慢感到不滿的 著旗篤就說 中國人是女人 我看不起他們 我會派我的女兒跟他們談 女人只會跟女人談合約而已 所以藍甲之門訂了以後 在1882年 就美國聘請這個英國的牧師 興建燈塔 興建在哪裡 就是興建在鵝蘭比燈塔 而蘭比燈塔就是英國人蓋的 哪裡要要求要駐軍 因為要守清國輪 不是守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跟他有定藍甲之盟 所以他是為了守清國輪 他成為是在世界上少見了武裝的燈塔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一看也知道 這個不是清國的文化 蓋起來就知道這個是英國人蓋的那個樣式 風格不同 有沒有 這個風格就是英國人蓋的風格 看起來就很漂亮 鵝蘭這個字 不是鵝生的蛋 鵝蘭是排灣族的 凡的意思 因為他們那附近有一塊石頭 長得很像凡 所以那個地方叫鵝鑽 因為那個地方很突出 所以叫鵝鑽筆 就是這塊石頭 這塊石頭就很像風帆 所以排灣族的人叫帆 鵝鑽 不過我在這裡當兵的時候 我們那些阿兵哥 都覺得他很像一個人 很像尼克森 所以我們都把它叫尼克森 這個尼克森跟我們臺灣也有很大關係 他在1974年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 在任期之內辭職的 為什麼要辭職 因為水門案 不過你們錯了 那是表面叫為了水門案 其實他是因為背叛朋友 背叛誰 因為他背叛中華民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時候跟中華民國還有建交 他忙著急著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所以他必須背叛一方 找不到理由 我們都知道 我們都知道 季辛吉跟尼克森去 乒乓外交 找不到斷交的藉口 所以就用水門案 把它公佈為水門案 辭職 這就是那時候在聯合國 喬冠華跟黃華的樣子 得意的樣子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那一天是光復節 1971年10月25號的光復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光復聯合國 把那個獎匪踢出聯合國 2758號結議文 有沒有 叫排匪納共案 這個 1871年11月 琉球的船隻 也是在牡丹社那邊遇難 在這邊遇難了以後 有54個人 被牡丹社那邊的人殺害 殺了以後 有12個人逃出去了 當時 琉球還是中國的反俗國 但是 因為日本 因為這一次事件 把琉球納入他的國土 這個就是麗的碑 那時候牡丹社事件 54個日本人 琉球人 那時候 這個華山之際 跟俄裔太郎 他們有事先來考察台灣 他問李先德 台灣人怎麼樣 就是李先德告訴他的那些事 說台灣人 跟支那人完全不一樣 所以日本人那時候 對台灣人印象很好 密防防備 在各個地方 探這個水深 最後由西鄉重道 率領3000個部隊 去打這些翻射 因為你殺了我們54個民眾 這個在恆春半島那邊 18個翻射 在1871年 高氏佛社 勢力最強 這些日本人 西鄉重道 就是率領3000個部隊 結合其他的原住民 因為18社 因為18社裡面只有兩個社 比較不開化 等於那時候 兩個社也武力比較強 他就結合另外的16社 怎麼結合 他說你只要不幫助那兩個社 我們就跟你們合作 合作來消滅他們 你要跟我們合作 我們頒獎給你們 還有很多利益 譬如說會有很多米 很多豬肉 很多酒 都會送到過去 日本在這一年成立翻地事務所 西鄉重道任都都 率3600的攻打台灣廣橋 日本叫做台灣出兵 支那叫牡丹社事件 這個是打完十門戰役 十門戰役打完了以後 這個是酌其毒 這是伊瑟 這是西鄉 他們一起造的像 那時候台灣總共有24 應該是24個族 其中有幾族已經不見了 所以我這邊查到只有23族 高山族比較少一點 平地族還有12族 我們的那個 副主席有沒有 就是馬卡道有沒有 歷史是要見網開來 你如果歷史是用說謊造假 那你這個國家註定要滅亡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有未來 你沒辦法開創未來 沒有未來的政府一定是魅亡 他們常常教我們大陸 其實大陸呢 什麼叫做大陸 大陸就是比葛林蘭島大的土地 都叫做大陸 全世界總共有六個大陸 所以以後如果支那人問你說 你什麼時候去大陸 你就說是不是美國大陸 還是南美洲大陸 澳大利亞大陸 你就故意不要跟他講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什麼叫做大陸 大陸就是包含很多國家的地方叫做大陸 這條歌相信大家也都很會唱 跟龍的傳人一樣對不對 萬里長城萬里長 長城外面是故鄉 高梁肥大豆香 遍地黃金少宅 他不是高興你清楚了嗎 長城的外面是故鄉 你是什麼人 你的故鄉如果是在長城外面 那你就是突厥人 蒙古人 滿洲人 是不是這樣 你不可能是漢人 漢人是在長城以內 才叫做漢人 為什麼遍地黃金 因為蒙古人 突厥人 賢北人 從來都是在搶漢人的黃金 所以遍地黃金 懂不懂 漢人耕作了好幾年存下的黃金 就被他們搶走了 所以他們每隔幾年都要來搶一次 為什麼漢人要蓋長城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長城趕快把你隔起來 不要再來搶我了 結果還是被搶了 因為 蘇淺文不好見證 知道嗎 長項人才會好見證 所以長項人英文都鑑贏 世伯牌都英文鑑贏 東南牌不要鑑贏過 不過 人家現在已經兄弟賺錢了 長項人跟蘇淺文是兄弟賺錢 只有共產黨跟國民黨是兄弟賺 他們現在賺錢了 結果 長項人比蘇淺文更贏 你不懂就是蘇淺文說鑑贏 長項人比蘇淺文更贏 是他只能賺錢 時間他都賺錢而已 不要搞錯了 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好 這千國政府 清國的政府 他拜託丁偉良翻譯萬國公法 所以清國的政府他很守法 他守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就是國際法 這個就是萬國公法 他那時候翻了總共六本 守了守法以後 清國就不會滅國 因為國際法裡面規定 佔領不可以移轉主權 所以不會滅國 你就算國被人家佔領了以後 你也不會滅國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你不要以為清國已經滅亡了 清國沒有滅亡 他只是被中華民國繼承的 對不對 中華民國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的 這很清楚 法律是保護董法律的 清國人他懂國際法 所以他不會被滅亡 中原呢 蘇亞文呢 漢林呢 河洛人呢 客家人 庚當人 這不懂國際法 被滅國了 對不對 現在為什麼中國 他講滿洲話 不對 叫做普通話 對不對 以前叫做北京話 為什麼 因為北京人講的話 叫北京話 絕對不會講 好老話 也不會說客家話 也不會說廣東話 他們怎麼 你們的國境都不會國 這就是那時候 漢國 漢國 漢國跟西楚國 兩個人的邊界 有沒有 西楚霸王跟漢朝 漢國 也要像象棋的都知道 叫楚和漢界 一邊是漢一邊是楚 如果說以地理來講 我們絕對是西楚霸王那邊的人 不可能是漢人 對不對 對不對 其實我們是接近越南 南越這邊的人 百越族 漢人只有這一點點而已 這邊有匈奴 有契丹 有槍竹 玄北 很清楚 對不對 中國 漢人 從古時候 四周圍啊 都是什麼國 叫蠻夷之邦 對不對 所有的外邦人 都叫做歡 北迪 東夷 西遼 西隆 南蠻 對不對 都圍著 漢人 輪流統治漢人 所以漢人啊 還會純嗎 還有純種的嗎 支那人啊 都不可能是漢人啊 台灣人怎麼可能是漢人 漢族啊 一向為少數民族 這個早已經被眾歡包圍消滅 東夷西隆 北迪南蠻 這些外國人 土地大 人口眾多 輪流統治之難 所以哪有可憐 怎麼還有可憐 還有漢人 所以喔 支那人非常的離譜 秦始皇啊 也是外國人 漢高祖劉邦 也是外國人 隋高祖陽間 也是外國人 唐 也是外國人 這些所有的 都是外國人 這些外國人啊 都是殺人魔王 全部都是在殺漢人 殺了漢人以後 把你的國家侵略了 所以他是侵略者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只要殺了漢人以後啊 他就叫你太祖了 他就叫你高祖了 他就叫你士祖了 你只要滅了他的國 他就叫你祖宗了 所以中國人很簡單 你只要打敗他以後 他就叫你祖宗了 懂不懂 以後我們只要打敗中國人以後 他就叫你祖宗了 不要太勉強 如果那時候日本啊 沒有被美國打敗啊 現在已經變成日太祖 天皇 是不是這樣 美國是被 日本是被美國打敗了 可不是被中國打敗了 不要搞錯啦 是不是很蠢 唐朝啊 他的李氏家族喔 不是知那人啊 他們是啊 賢北族的八大族之一啊 他們唐朝的皇帝叫天可汉 這個可汉喔 不是漢人的頭銜耶 汉啊 是皇帝的意思啊 大王的意思啊 對不對 唐人啊 不是漢族嘛 是外國人嘛 所以唐人啊 也是藩 滿洲人呢 他也是藩啊 這個啊 是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啊 也是藩 對不對 熟藩生藩 大清帝國啊 台灣人規劃以後 被稱為熟藩 是滿話不是漢話 不要以為都是變成漢人的 漢人哪有在留辮子的 那個時候啊 叫唐朝的天子有沒有 他說天可汉 我們都讀過唐詩三百首嘛 對不對 也都讀過宋詩嘛 你有讀過漢詩嗎 有讀過漢詩嗎 所以啊 只有唐詩跟宋詩 唐詩三百首 是唐人啊 三字經啊 也是唐朝的時候 你覺得不會是漢人的 唐詩三百首啊 你如果用北京話 滿洲話來讀啊 普通話來讀啊 不會押韻 你要用什麼話 用喉嚨話 用客家話 用庚檔話 人 三二經 唐詩三百首 都有押韻 就是跟普通話 不會押韻 原因就是這裡 因為滿洲人啊 不是中國啊 這李小龍演的影片有沒有 大家都把這個東亞併戶的白扁都要打破 他叫什麼 李小龍是唐人耶 他絕對不會說他是漢人啊 對不對 在美國有唐人街 在英國有唐人街 有沒有聽過漢人街 這就是漢人啊 那時候 那時候 西鴉片 梁啟超說了 什麼叫 夫中國 就是 東方併夫也 其麻木不仁啊 酒也 就是漢人啊 大清帝國的時候 老百姓他是自稱為唐人耶 絕對沒有人自稱漢人啊 只有聽說過有唐山公啊 沒有人聽說過有漢人公吧 漢人公 大清喔 其實那時候 大清國沒有叫漢人這個詞啊 那時候叫尼滿 為什麼會有冒出這十億的漢人出來 因為共產黨跟國民黨編出來的 他也編了一個皇帝啊 作為你們的祖先 皇帝從哪裡來 從道教裡面來的 這是啊 中國人喔 出揚去做鼓勵 當華公有沒有 滿船喔 因為那時候吃那人啊很窮 窮得沒地方工作 他連出國啊 都要賣了自己啊 才有錢 買船票出國 這是出國的情形 他來到台灣以後騙你這樣 喔他們都是 開疆屁土 偷渡來台灣的 那好可憐 他連船票都買不起怎麼偷渡來 那時候台灣啊 有幾個羅漢腳 羅漢腳 為什麼叫做羅漢腳 因為啊 他們都睡在廟裡面 廟旁邊不是有磕那個羅漢嗎 廟的羅漢下面睡覺的 那叫羅漢腳 他們都騙我們喔 從 今來的喔 他的祖先啊 都是園外 他們在中國啊 都是園外 唐人公 唐山公 在公元304年的時候 什麼是公元 公元啊 就是耶穌 誕生的那一年開始算 公元元年就是耶穌誕生 公元304年的時候 慕容賢北啊 這就是賢北族 什麼叫大量中原 大量中原就是大衆 搶劫中原啊 沿途啊 抓了數萬個女孩子 他們男的不抓 男的通通殺光啊 為什麼要抓女的 因為女孩子喔 很好用 抓漢人的女孩子喔 可以叫漢人的女孩子煮飯 還可以啊 還可以叫他們煮人肉 因為啊 漢 玄北人作戰 從來不帶糧草 為什麼要帶糧草呢 打到哪裡 吃到哪裡就好了 幹嘛要帶糧草 所以啊 他們是吃人肉的 漢草的女孩子喔 白泡泡 柚咪咪 喔 最好吃的 而且啊 晚上又可以用 士兵很喜歡晚上用 但是啊 他們要回去的時候 在溢水的時候 還剩下八千個 吃到剩下八千個了 又不想把他放掉 所以把他淹死了 溢水啊 為之斷流 這他們歷史記載的喔 這是在非洲 這個牛陵啊 要渡河的時候 也淹死很多 這裡才幾百隻而已啊 就看起來就是這種情況啊 你看如果淹死八千個 漢人啊 這個河會不會斷流 史書記載 傑族的軍隊作戰 從來不攜帶糧草 他們專門掳獵 漢族的女孩子作為金糧 他們叫做雙腳羊 你們只要上網 打這個雙腳羊出來 大家都出現很多漢族的女孩子 很漂亮的女孩子 意思啊就是 像兩隻腳走路的綿羊一樣 又可以殺來吃 又可以晚上用 所以說 五胡亂法的時候 他們匈奴 賢北 傑族 槍族 這個小數民族啊 他們都輪流的統治中國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 藩 紅藩 白藩 白藩 白某藩 白種人 白種人大部分都是 蘇俄嘛 對不對 那個叫匈奴 他們都還吃人 其實現在中國人也在吃人 你們上網查一下 Google 你只要打上 大補湯 他就會秀那個大補湯給你看 不然嬰兒湯也不錯 查一下就好了 其實啊 中國有歷史 是從這裡開始 這個啊都是不可考的歷史 這裡是 五胡的時候 春秋 西漢東漢 從這裡才開始有一點信史 但是信史啊 還不是真的 因為這些都是外國人 對不對 外國人統治你啊 你還說他是你的朝代 蒙古人啊 那時候西夏 南宋有沒有 金人 金朝 這些啊輪流統治中國 所以中國早就滅亡了 你還說 蒙古人啊 全世界的歷史 你們啊只要打上 在Google上面打 癌山之後無中國 這些資料 我講的資料 都可以查得到 喔 這是 那時候南宋的地圖 這是達達人 達達人就是 蒙古人 阿蒙古人喔 跟南宋最後一戰 就是 萌門山之戰 萌門山之戰喔 雙方各出了五十萬大兵 戰完以後 整個海面上喔 都是屍體 在上海的外海這裡 南宋啊從此以後滅亡 因為戰敗了 皇帝啊 頭海自殺 這裡啊叫做外之納 這裡啊叫內之納 這裡啊叫印度之納 印度之納 印度之納就是現在的緬甸 泰國 越南那些地方叫做印度之納 是法屬的 不是在講印度喔 他是之納 什麼叫之納呢 其實很簡單啊 就是燒陶的地方就是之納 死納嘛 對不對 死納命喔 之納就是燒陶的地方就是之納 所以那時候這邊 焦齒國有沒有 他們也在燒陶 這邊也燒陶 這邊也在燒陶 所以中國人喔 最懂得燒陶 那時候歐洲啊 都進口之納人燒的碗啊盤啊 進口很多 因為那時候歐洲人不會燒陶 這是高麗有沒有 女真人 女真人就是玄北人嘛 滿洲人嘛 對不對 西夏有沒有 他們叫做西寮 這裡還有一個大理國 這裡是西藏 這裡是西藏 他們說的西藏 其實人家叫土伯 這一個大家都認識吧 這一個啊 其實你們不認識 你們會叫錯名字 為什麼 因為他的名字叫成吉思 你們都叫他成吉思漢 漢啊 是皇帝的意思 大王的意思 所以他的名字啊 是成吉思 你們不要以為他的名字叫成吉思漢 他是成吉思 他教你們成吉思漢 這是蒙古文 成吉思漢啊 是1206年出生的 他出生的時候也是 牌名兒子 他父親也是很早就死了 這個成吉思 他都教你們叫成吉思漢 要尊稱他漢 其實成吉思啊 這個人很偉大 他建立了全世界最偉大的王國 最大的王國 因為整個歐洲幾乎都被他打下來了 歐洲被他打下來的時候 絕對沒有哪一個國家說 蒙古是我們的朝代 成吉思是我們的漢 對不對 只有支那人說 元朝啊 是我們的朝代 哪有一個叫元朝的 他們叫大元國 大元帝國 蒙古帝國 絕對沒有一個叫做元朝的 是支那人啊 成吉思啊 把你打敗了以後 把你滅國了以後 你還叫他太族 對不對 他叫元太族 他的孫子 他的孫子 叫忽必烈 你們又叫他元氏族 這是元朝的時候 其實叫做元國 全世界啊 大家都是國 哪有一個國家叫朝的 那是哪有人故意教你不對的歷史 所以那時候元國啊很大 元國啊 因為蒙古啊打到歐洲去的時候 元朝元國的地方是給忽必烈管 其他的烈啊其他的漢啊管其他的國 他總共啊出征了三次 第一次啊 是西征 把西征 把西征 還有這個花蠟子魔國啊 還有亞美尼亞 喬治亞 亞塞拜南 這些國家 給打死了啦 因為這個花蠟子魔國啊 那時候本來是他的反屬國 都跟他有一些糾紛 乾脆就把你滅國了 不用什麼糾紛的 第二次西征 打到蘇俄 保加利亞有沒有 基普 基普就是現在的烏克蘭 烏克蘭首都就是基普 烏克蘭現在跟那個 克里米亞島 再跟蘇俄爭這個克里米亞島 克里米亞島是赫魯雪夫 在1964年的時候 送給烏克蘭的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 你東西送給人家啦 就是人家的 沒有說啊 還是你的耶 你東西送人家的 就是人家的東西了 人家要怎麼處理 是人家的事情 不要有那個觀念 我車子送給你 你不可以借給誰開 那是不對的 我車子既然已經送給你了 就是你的主權 你要借給誰開 那是你的事情 不能說我克里米亞送給你了以後 還可以要回來的 哪有這個道理 全世界沒有這個道理 所以為什麼 全世界說啊 你輸二要把克里米亞還給人家 輸二你不還 沒關係 我們國際法 又不能判你半年 也不能判你三年 對不對 但是啊 我們可以用經濟制裁 我們可以制裁你啊 第一點先把你的上面這些領袖的資產 在國外的資產先把你凍結 對不對 再不痛不癢 我繼續 再往下 再越勒越緊 勒到你一天受不了了以後 你自然要吐出來了 這就是國際法 國際法不會判你判刑三年耶 所以他第二次出征的時候 這些蘭斯拉夫啊 也到了 義大利的東北 這些第二次出征的時候 都已經打下來了 歐洲的每一個國家 絕對沒有哪一個國家說 喔 成吉斯啊 打到我們這裡來 他變我們的太祖了 他變我們的祖宗了 不要臉 那時候 蒙古的軍隊很很壯 很會騎馬 為什麼 總警人都戰得贏 就是很會騎馬 很會射箭 很會打仗 所以蒙古人打仗 沒有敗過 用12萬人喔 就可以把歐洲的60萬聯軍打敗 所以很強勝 第三次吃西征啊 幾乎把整個歐洲都站下來 他站下來以後 總共有40幾個國家 所以蒙古帝國是世界史 全世界都知道蒙古打到歐洲啊 對不對 絕對 絕對沒有哪一個國家說 我變元朝 全世界只有知那 說元朝是他的朝代 這個成吉斯 在路上的時候問他那些元帥 他說人生什麼是最快樂啊 那些元帥野心比較小 他說只要養那個鷹喔 看著鷹啊 去抓兔子 就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成吉斯啊 說不然 人生最大的快樂啊 就在聖敵啊 足敵啊 奪其所有 見其親人啊 以淚洗面 成吉馬 那其妻女 這才是人生最快樂的事 所以啊 野心不一樣 打到的國家會不一樣 打到的國家會不一樣 公元一二七年的時候 成吉斯 成吉斯就是鐵木真 成吉斯啊 中國人叫他元太祖 他去世在六盤山 他死的時候 他的將軍啊 為了報復西夏 下令從西夏 從皇帝到乞丐 全部都殺光 這是喔 呼爾浩特 呼爾浩特就是現在蒙古國的那個 首都啦 他蓋了一個博物館 叫成吉斯汗 紀念碑 他們知道成吉斯啊 才是他們的祖先 中國人厚臉皮 成吉斯汗是他的祖先 人家蒙古啊笑你笑得要命 呼比列喔 殺了之那人大概一千八百萬人 這個喔 那時候北方的漢族啊 幾乎都被他滅族了 估計大概有一千三百萬 那兩千萬人 那時候在四川的地方喔 幾乎成為無人區 蒙古人喔 在殺戮的統治下 將近七千萬人 你看幾乎快殺光了 境內種族快要滅絕了 這個有紀錄的喔 他放在1985年的 建立式世界紀錄大權裡面喔 這個統治者對漢人的殺戮 令人發指 這蒙古人一度啊 要把支那人殺光 要把所有的田啊 都做為牧場 為什麼 因為蒙古人不會種稻子 也不會種菜 蒙古人只會養羊牛嘛 所以他要做牧場啊 因為這個耶利儲才 耶利儲才是蒙古人喔 他那時候成吉思喔 他的一個宰相 他說 母湯啊 不要把支那人都殺光啦 你都殺光啦 誰來繳稅啊 要留下支那人喔 來繳稅 來幫你種田 懂不懂 那多棒 有一批奴隸來幫你種田 最棒啦 所以喔 支那人很感謝這個人 還蓋了鍾池 把他拜起來 這個就是耶利儲才 他是契丹人喔 這個打扮起來好像支那人 其實他是契丹人 我們看名字就知道啦 絕對沒有一個中國人叫耶利儲才的啦 這是外國人的名字嘛 這是耶利儲才的次喔 這個還在圓明園裡面喔 這個文獻會台灣通知裡面喔 表示1857年喔 這些平埔族喔 為什麼會變成有姓翻的 潘的 就是四姓 他那時候平埔族熟翻了以後啊 就是四姓 是很多姓楊的啦 姓潘的啦 就是四姓的有沒有 啊因為四了太多 支那人怕搞混的血統 就緊急叫停了 那時候已經 一百多萬人改了 九十一萬加六十多萬 一百多萬人改成漢姓了 啊來到大明帝國的時候 大明帝國喔 會是支那人嗎 因為大明帝國信奉的都是回教 要不然就是明教 日月神教 他 二十任的皇帝 只有一任啊不是暴君 啊有兩任 有十五任 十五任的帝喔 這個啊在位只有三十天 還來不及作惡 所以喔幾乎都是暴君 這就是明帝國 明帝國的時候最出名的就是啊 鄭和寶傳 他跟我們講說啊 鄭和啊帥了萬燒的寶傳喔 征服蘭陽 啊你想想看 就是 那人喔 什麼叫做寶 就是在手心裡面玩的東西叫寶 對不對 寶貝啊都是很小的 像寶島啊 就是因為很小 知那人看不上眼 寶貝啊一樣是很小的 在手心上面寶玩的叫寶貝 他們叫這個叫寶傳 正和的寶傳 寶傳能有多大 這是中國人喔 掰出來的 這一艘船喔小的這一艘啊 是那個 發現美洲大陸的聖瑪利亞號 哥倫布 發現美洲的時候就是蹭這一艘船 阿知那人喔 說謊喔 說他們的正和寶傳喔 有這麼大 有可能嗎 如果依照比例啊 如果依照比例啊 算起來喔 就是這個啦 就是 藻桶 依照他的比例算起來是跟那個藻桶一樣 不可能是船 中國人呢 中國人最臭屁了 正和喔 他也不是中國人喔 他也是信奉回教的 伊斯蘭教 有沒有 他們的家族都是伊斯蘭教的 所以啊 正和下西洋的時候 去到賣家去朝聖 他們的祖父老爸都飄洋過海去賣家朝聖 七下西洋 其實為什麼要下西洋 因為他的船喔 不能逆風而行 正和的寶傳喔 只會順風 所以只能下西洋 清國的時候 不是有吳三桂 引清兵入關嗎 那是引清兵入清 不是引清兵入關 喔 入清中國了 他說入關 講得很好聽 這個史可法喔 那時候喔 很勇敢 率了揚州的居民喔 抵抗清軍 不過喔 還是受不了清軍的猛烈攻擊 結果呢 打敗了 史可法 率領的這個揚州啊 清國人一入城以後 就怎樣 揚州十日 什麼叫揚州十日 就是屠殺百姓 殺了十天 幾乎把揚州所有的人都殺光了 清國人喔 一到中國以後 不只揚州十日喔 嘉定山圖 蘇州之圖 南昌之圖 江陰之圖 長守屠殺 沙鎮之圖 南京之圖 吳錫之圖 昆山之圖 嘉興之圖 南陰之圖 你上網查一下都查得到 你只要打揚州十日 這些資料通通會出來 這是中國被殺的歷史 清軍一進來以後 絕對沒有客氣的啦 這個歷史證明喔 中國人的歷史 你只要能夠殺最多的中國人 他就叫你祖宗了 日本啊那時候如果沒有被美國打敗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變成日太祖名人天皇了 八國年金的時候 不管哪一個國家 哪一管中國人 都比他現在 這個共產黨管好 對不對 都幸福 阿中國人 會怎麼會那麼蠢呢 因為他是租的船人 沒辦法 八國年金喔 那時候阿中國人老是教我們 全世界都在欺負中國人 對不對 八個國家聯合起來欺負中國人 其實阿 有哪個國家願意這樣欺負人家 現在有哪一個國家說 聯合七八個國家來欺負你 先進的國家絕對不會這樣 是因為阿慈禧太后 向全世界宣戰 宣戰以後 把所有的外交官都要抓起來 所以阿 八個國家聯合起來 去救他們的外交官 那叫八國聯軍 這是阿清國的時候 清國的百姓 幫助八國聯軍 幫助他們攻祢和園 拿樓梯借他們 還跟他們講說從哪裡比較快 為什麼老百姓會幫助外國人 來打中國的朝廷 因為那時候他們生活實在太慘了 中國人生活實在太苦了 幫他們打了以後阿 中國的官阿 支那官阿 還送給八國聯軍匾額阿 上面什麼 上面寫阿 萬國賢喜 因為他們幫他們打了 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逃走了 所以中國人可以揚眉吐氣的 這是清國的時候 到台灣來殖民的時候有沒有 他叫你們要留辮子阿 對不對 這是滿話還是漢話阿 所以阿 一直教你們你們都是漢人 是錯的阿 你不留辮子很簡單 砍頭 所以每一個人都留辮子了 對不對 連阿 馬接醫生阿 來阿 他的女兒 他的太太阿 都留辮子 馬接醫生阿 在台灣阿 他是牙醫阿 拔了五萬顆的牙齒 他巡迴北台灣阿 在拔牙齒 義務的喔 他為了傳教 所以阿 那時候台灣人 都留辮子了 有沒有 那你是漢人 還是滿洲人阿 是騎人阿 穿的衣服 是漢人裝嗎 唐人裝嗎 是騎袍阿 騎人穿的猴裝叫騎袍 這個阿 台灣人喔 最喜歡拜 叫做馬祝 可是阿 你們不要忘了 看仔細一點 不要看錯啦 他是用祖媽在給你擺 你祖媽在給你擺 知不知道 寫得很清楚喔 你祖媽 不是媽祖 不要搞錯啦 祖愛擺的嘛 你知道這個要給這些嗎 這個 聖母 天上聖母 什麼這個聖廟 聖廟就是祖媽 知道嗎 祖媽清朝 他知道你們台灣人最愛的拜 他就將林茉娘的廟 移植過來 說給祖媽祖 說給祖媽祖 你們如果在拜祖媽祖的時候 我就送一隻豬來給你們台 我就把你們到老爺 所以你們很愛拜 那時候大家散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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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 台灣人 聯合牽國的兵 打台灣人 死的 犧牲的叫做義民 台灣人被殺了以後 叫什麼 叫老奉西 路奉西 老奉西 路邊的屍體 台灣有很多 那個萬聖爺 萬聖堂 那個就是整個台灣人 義民廟 那是聯合清國殺台灣人的 你這些義民啊 都是幫清朝的嘛 所以那時候清朝會送豬來給你殺 越大之越好啊 所以他們就在在曬神豬啊 他就給你搞混啊 媽祖 還是媽祖 還是祖媽 要認清楚 不要被蒙蔽了 這是清國的國旗 萬清帝國 大清帝國 他們的國旗很清楚 他們才是龍的傳人 才是黃色的龍袍 漢人啊 不是龍的傳人 漢人啊 為什麼是黃色的 叫漢滿門回帳 因為漢人流最多的血 這是清國的軍隊啊 清國的軍隊啊 清國的軍隊啊 都是蒙古的兵啊 在支那境內喔 他不用這個兵喔 因為他會用兵 他用支那人管支那人 不用犧牲滿洲人 满洲人只要对外作战就好了 支那的国内这些交给支那人去管 所以支那人帮你管得好好的 满洲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怎样 他会慕名 把汉人来 我给你们比较高的待遇 你汉人可以比较当高的官 你来管 所以汉人通通在做奴隶 不知道 汉族向为少数的民族 早就已经被中藩包围消灭 所以古时候华夏 叫做洛阳盆地四周的外国人 东夷西龙北敌南满 这些都人流统治中国 他们都说 我们是纯种的汉人 他们其实讲得很清楚 他是说这个纯 你们一直搞不清楚 要搞清楚 他们是这个纯 懂不懂 布希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他穿的是唐人装吗 也是旗袍 这个也是旗袍 这个也是旗袍 这个是旗袍 黄袍马褂 黄袍马褂 满服 女孩子最喜欢穿旗袍了 身材都凸显出来 凹凸有致 为什么叫旗袍 就是奇人穿的衣服 叫旗袍 不会是汉人穿的 女孩子以前都骗你们 要绑小脚 如果小脚没有绑起来 不够漂亮 你会嫁不出去 没有人要娶你 所以那时候都绑小脚 所以女孩子只能在室内 出不了大门 因为都绑了小脚 因为都绑了小脚 这是习近平在2014年 6月5号那一天 演讲的实况 那一天演讲的实况 他还秀出满文 所以现在谁在统治中国 其实也很清楚 那些人都讲什么话 普通话 普通话就是满洲话 他如果现在讲佛罗位 那我就相信是汉人在统治 这个支那人 跟我们日本天皇签的和约 他跟苏二签的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里面 完全都是用满文 蒙古文跟俄文 没有用汉文 汉文只是在戒碑的时候 有汉字 所以尼布楚条约 都是用外国的文章打的 你不要以为尼布楚条约 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打的条约 是满洲人跟苏二人定的条约 叫尼布楚条约 那时候把中国很大片的土地 割给苏二 马关条约也一样 马关条约一种 从那个 讲台湾跟澎湖 割给日本天皇以后 你如果不守和约 很简单 我也不会罚你 也不会关你三年 我会准备跟你作战 因为早晚要再打一次 打到你守约为止 这就是条约 所以为什么日本 还在建潜水艇 还在建航空母舰 还在建飞机 你以为日本没有航空母舰吗 日本的航空母舰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29台 它现在只有五台的样子 不过它不能超过它的规定 它有规定 它的航空母舰不可以超过多长 所以它的航空母舰都是在停直升机 它的潜水艇 每一年淘汰一台 都淘汰在那个横须赫港 存起来 准备有一天再打仗用 中华民国跟美国买的柴油的潜水艇 用几年了 还要继续用 这个欧洲的人权公约 在1953年9月3号已经通过 这个它的条约通过的时候 很简单的条文 禁止任意去除任何人的国籍 而且任何人可以自由的进出其国籍国 这就是人权公约 因为人权是最重要的 人是有生命的 联合国也在1976年3月23日 通过人权两公约 就是公民的权利 政治权利与国际公约 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 这个就是人权两公约 所以人权公约 人权最重视的 全世界非常重视人权 也就是因为有这个人权公约 我们秘书长才有办法告与美国 我们美国经他来来回回 升告12次以后 到最高法院以后 最高法院有五项判决 他怎么判呢 他说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些人无国籍 什么是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f Taiwan就是 在台湾定根本土的台湾人 如果是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住在台湾的 所以他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of台湾这些人 of跟on只有差一个字而已 很简单 我们打乒乓球的时候 也是差一个字 就是in side跟out side 也很简单 in side out side 听起来好像都同样一个side 但是一个是在外面 一个是在里面的意思 of跟on的意思也是一样 本土的跟住在上面的不一样 所以他说 这些人本土的这些人 没有国籍 没有国籍承认的政府 还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 第四点他说 美国仍然是台湾的军事占领国 第五点他说 这些行政单位 要主动帮助 the people of Taiwan这些人 要达成这些诉求 什么诉求 要恢复国籍 要成立自己的政府 要脱离政治炼狱 而且规定美国政府 要遵照和平条约下去走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成立的由来 你们来这里上课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最高法院在2009年的10月5号 割制本案 为什么要割制 在美国的那个审判制度里面 割制不代表你是输了 割制是还没有办法审理 不是说你已经打输了 他是说先割制本案 等某些事情解决了以后 再来审判 这个意思 他是先割制起来 因为有一些政治的因素 还没解决 所以要先割制 什么因素 他就说 美国的那个行政单位 也就是国务院 他说我找不到台湾人 为什么找不到台湾人 他说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些人没有国籍 但是我找不到台湾人 法院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会找不到台湾人 明明台湾就住那么多人 他说 台湾人 每一个都领中国人的身份证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 我看不到台湾人 所以法官命令国务院 那你找出来 你帮他发身份证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原因 法官规定国务院 要帮我们发身份证 把台湾人找出来的原因在这里 这就是国务院他说的 他说我找不到 看不到台湾人 因为所有的身份证 也都写得很清楚 中华民国国务院身份证 对不对 所以很清楚 那时候美国AIT 在内湖盖AIT的时候 他就是利用这一点 省了五六亿 为什么 他跟那个太子建设定合约的时候 他定得很清楚 他说你如果太子建设公司 来盖我AIT的时候 如果用美国人帮我盖 我就付你美国人的薪水 你如果用台湾人来盖 我就付你台湾人的薪水 但是你如果用中国人来盖我的AIT 我就付你中国人的薪水 太子建设听一听 很合理 对不对 美国人太贵了 我请不起 中国人太远了 我请不来 没关系 我用台湾人来盖 对不对 他每一个都找台湾人去盖 每一个都会讲台语 但是AIT 那个Winston公司 每一个都来 来盖的时候 都帮你留机资料 来 都帮你照相起来 这个是几号的人员 来这里工作 等完工的时候 要结账工资的时候 太子公司说 我们每一个都是台湾人来帮你盖 你为什么发中国人的工资给我们 那个Winston公司说 你每一个人都是中国人来帮我盖 哪一个是台湾人来帮我盖 我付中国人的薪资给你很正行 结果太子公司不服气 他说我明明都没一个台湾人 结果申请美国的公司 申请仲裁 到仲裁法院去 人家一仲裁 Winston公司拿证据出来 每一个都是中华民国 不用变了 证据明确 结果太子公司仲裁完回来 赔了五亿两千多万 这个原因 那个谢明桓总经理来说 我们会记起教训 我看他还不知道怎么教训 其实这一张叫做绿卡 在美国叫做绿卡 绿卡没有选举权 你不要以为绿卡在美国可以选举 可以选布希总统 选卡特总统 绿卡不可以选举 只有ID卡可以选举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骗你来选举 为什么 因为你每盖一张票给他 你就给他230块 所以他很喜欢叫你来选举 拜托 拜托拜托来选我一票 你给我一票 就是给我230块 如果以正常的来讲 我拜托你来投我一票 我应该付你继承车钱 拜托拜托你来盖我一票 我拜托你拨时间来盖我一票 我付你继承车钱才对 你盖我一票 还要付我230 这种道理到哪里都讲不通 所以我们根据战争法 组成台湾民政府 因为战争法里面规定 被占领地 自己的人民 要组成民政府 管理民事的业务 军事的给军事政府去处理 因为军事政府不懂民事业务 所以要有民事政府 跟军事政府相配合 这是战争法里面规定的 这是我们最近 不久才成立的 三重郡的办公室 在三重市三河路三段186号 刚好在厚德派出所的隔壁 因为他们常常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诈骗集团 网路上很多都说 我们是诈骗集团 所以我们挑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派出所的隔壁 那时候最危险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其实被占领地 必须要发旅行证件 叫做旅件 那时候琉球政府 琉球民政府 也发这张给他的民众 出国 叫做米国民政府 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 所以以后我们的名字叫做什么 台澎列岛美国民政府 不要搞错 以后我们发的旅行证件 也会用这样 这个是日本在311大地震的时候 美桥撤退来台湾的时候 AIT是民间单位 他可以自己到桃园机场开一个关口 民间单位 以后我们这个民间单位 大家都穿西装 也到关口去 也开一个关口 出入我们自己的人 那有没有问题 他们有带枪吗 也没有啊 对不对 他们也是民间单位 所以他在教我们 这是支那人 他们那时候出国 做苦力的时候 到新加坡 船票 要 10块 安家会有8块 零用钱2块 介绍人还有3块到4块 所以那时候卖一个人 大概有40块 华公根本就没有能力出国 他要把自己卖了 卖了以后才有钱安家 去做苦力 那时候仲介叫做 仲介地亚 仲介租宅 租宅馆 这是那时候到美国去的华公 帮他们盖铁路 因为那时候黑奴解放了以后 没有人帮他们盖铁路啊 黑奴一解放 到处都切工啊 因为黑奴那时候会帮美国人 种很多田啊 所以就由华公取代 唐人 这张照片是 日军在1907年的时候 在台湾啊 那时候他们就骑马了 壮盛的军威啊 经过40几年 40年以后啊 中国啊 中国的军队一进来是这样 搭边搭 单便单啊 有没有 旁边这个小朋友 看到他们啊 笑的 哪有这种冰啊 人家看这种冰 看习惯了 突然看到这个乞丐冰 很好笑 所以 支那兵 来台湾的时候 很怕 为什么怕 台湾人太厉害了 台湾人很强 台湾人总共打 打败美国人五次 你不知道 台湾人第一次打败 不是在南甲之盟吗 第二次呢 第二次 就是日本 跟那个 美国 打那个夏威夷 珍珠港 珍珠港的时候 是台湾的 神风特工队去炸的 那时候台湾 又有神风特工队 去炸了珍珠港 炸了珍珠港以后 打了一派涂地 珍珠港几乎毁了 第三次打败了 菲律宾的科拉克空军基地 菲律宾科拉克空军基地 就是被台湾的高砂局 给贱妹 那时候 麦克阿瑟 指着天空 说 这些飞机从哪里来的 哪有可能 我地图 看一看 没有地方有机场 他的部下 地图一翻开一看 台南机场 台南机场来的高砂族 飞机把他炸的东倒西弯 他们要炸之前 先派高砂族 到科拉克空军基地的周围 把那个防空炮 先打下来 所以我们的空军 就没有遇到阻碍 把他的空军 贱妹 所以麦克阿瑟非常怕台湾人 所以那时候打琉球不敢来台湾 让过台湾 去打了琉球 第四次呢 第四次啊 就是越南啊 胡志明 胡志明是台湾人的 他是铜锣香的人 我们等一下再讲到他 我们啊 要世界和平就是要联合国嘛 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知那朗的文化 他爱啊 他说爱啊 一定要有心 国呢 要杀人头嘛 可是 共产党很进步 共产党要进步 他说 现在做国家 不用 只要有一点点的王 有没有 就可以做国了啦 做爱呢 根本不要心 做朋友就可以做爱了 有体力更棒 对不对 所以啊 他们在进步哦 爱国 我最爱国了啦 蒋介石死的时候啊 我排了八个小时的队 沿路痛哭流涕 见他最后一面 这个人啊 说是 会复刑事事 刚才你辞掉总经理了 你已经辞职的总经理了 还可以回公司说 我要复刑事事 这个是什么道理 我都不懂 他还叫民主的救星 所以这个民主已经没有救了 这个民主的救星已经死掉了 世界的伟人 这就是那时候我靠的情形 你看看我有爱国吗 这个蒋介石他在国民大会的时候 在台湾的杨明山的时候他也说 他说 我们啊今天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 这些美国作家 莫尔米勒 有一次在采访杜鲁门总统的时候 杜鲁门总统气得大骂 大骂说 他们都是姐 个个都是他妈的是姐 他们从我们送给他去的那个地方 38亿美元 中偷去了7.5亿的美元 这笔钱 还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 而且还在纽约炒地皮 这大概差不多2亿的美金 你想想他偷取7亿外的美金有多少 这大概差不多2亿 这最均的销售 他说台湾通过史上最大的加税案 要给你们加税 台湾 如果要加税就说台湾 如果要奔消费件 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台湾的立法院 台湾有立法院吗 16日山主通过要克这个保险金融的 这些股东都要加税 人类最大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每次一看到流星 几乎所有人都许这个愿望 但是有一半的人也许这个愿望 环游世界 要环游世界比较简单 现在只要买好一点的电脑 荧幕买大一点买3D的 环游世界不是问题 YouTube你打大峡谷 打到美国哪一个城市去游玩 很方便 最近欧洲还出了一个370寸的荧幕 370寸几乎等于足球的那个足球门 最近才出的 只要买那个大萤幕 环游世界还有什么困难 要达成世界和平就比较困难 要靠什么 要靠法律 要用国际法 科技一直在进步 这个机器人 最近日本的软银 说要跟鸿海合作 要生产这个机器人 因为这个机器人会跟人作伴 现在的人都跟什么作伴 都跟那个三机手机 每一个人都变低头主 所以他说要发明这个机器人 来跟你们作伴 很便宜 一台才五万七千而已 台币哦 所以以后这个一定会大量生产 欧巴马说你们新人的一代 你们的任务 是对这个世界做出反应 你们的问题 不是美国是否会领导 是美国怎样领导 不要搞错了 是怎样领导 不是会不会 是怎么样领导 我的底线是 美国必须始终引领这个世界舞台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没有人会 所以美国人很清楚他们的任务 要达成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要怎么达成 就是啊 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 因为啊 如果占领可以移转主权 那很简单啊 我明天啊 只要占领伊拉克 伊拉克就变我的啦 伊拉克不是被美国占领了吗 有变成美国的吗 阿富汗有被美国等了吗 也没有啊 菲律宾啊 有被美国的吗 也没有啊 西班牙打输美国的时候 把四个地方割给美国 也没有马上就变成美国的 西班牙那时候打输美国的时候 割让古巴 波多利克 菲律宾 关岛四个地方给美国 还没有变成美国的 不要搞错了 所以啊 你就算占领了 也不能变成你的 流亡政府啊 不可以就地合法 为什么 流亡政府啊 如果可以就地合法的话 那我啊 明天就组织流亡政府 流亡到美国 然后啊 就地合法 所以美国就变成我的啦 有那么简单吗 所以啊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的原因在这里 你流亡到哪里 那变成你的那还得了 到处都要流亡 所有人都喜欢流亡了 对不对 明天我喜欢流亡到法国 明天喜欢流亡到英国 所以啊 那时候法国流亡在伦敦的时候 伦敦绝对不会变成法国的 比利时啊 流亡在伦敦也不会变成比利时啊 韩国流亡在上海 土博流亡在德兰沙拉 他们都教我们 西藏流亡在印度 有没有 他要骗你啊 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 中国流亡政府啊 只可以流亡在城市 所有的流亡政府啊 都流亡在城市 不可以流亡在国家 中华民国啊 流亡只能在台北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什么 中华台北 全世界啊 去参加奥运啊 参加什么比赛啊 他的名字都叫什么 中华台北 不能叫中华台湾的原因在这里 不是中共打压啊 也没有人要帮你打压 没人要开那里帮你打压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简称中华台北 很清楚 这个啊 战争法里面规定 宣战啊 战争法规定哦 宣战要国家哦 不是国家不能宣战耶 所以恐怖组织为什么叫恐怖组织 因为他不是国家 所以他没有宣战 他到处打 不宣而战就是恐怖组织 战领不可以一专租权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啊就算战俘啊 也有人权 就算你是监狱的御犯啊 也有人权哦 你不要以为监狱的御犯里面没有人权哦 一样有一点点的人权 只是他的权力被限制住了 所以啊 每一个人都要有国籍 这是国籍法规定的 如果没有国籍啊 就是难民 你如果没有国籍就是难民哦 全世界都一样 所有的国民不管是你是哪一国 不管什么原因 回不去你自己的国家 都叫做难民 不会变成农民啦 不要搞错啦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管什么原因 你只要流亡到国外回不去了 都叫做难民 不会变成农民的哦 有的人那时候 苏二不是有一个流亡在那个飞机场吗 那个叫机场之链 那部影片有没有 那个也是难民哦 要改变一个人的国籍哦 很简单耶 只要三个条件 要你自愿 要你有那个意愿 第三个一定要合法 不像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到台湾以后 很简单 下了一道行政命令 哇我们这里台湾所有的人啊 都变成恢复中华民国国籍 哪有那么简单的 要恢复一个人的国籍啊 一定要你志愿 要有你的意愿 第三个一定要合法 这才是国籍法里面规定的 这个宣战 有一个很令人尴尬的问题啊 在中国对世界宣战的时候 他那时候有两个政府 总共有四个政府啦 是有两边的政府 一边啊 对同盟国宣战 一边对轴勋国先战 事实上啊是三个政府啊 因为满洲国那时候已经独立嘛 对不对 有重庆的国民政府嘛 就是现在的国民党嘛 啊这个 延安的边区政府就是共产党嘛 对不对 但是还有两个政府耶 那时候还有汪精卫 还有辅宜辅宜就是满洲国嘛 共产党跟国民党啊 对日本得意宣战 但是啊汪精卫跟辅宜政府啊 对欧美苏宣战 所以啊那时候全世界啊 都不知道你中国人到底跟谁战争啊 一半的人跟共产党 跟欧美苏宣战啊 一半的人跟得意日宣战啊 很奇怪的一个政府 什么叫做战争法 战争法不是一本书 没有这本法律的书叫战争法 战争法是由这四个条约 四个约定里面截录出来的 第一个约定是海牙第四公约 他全部都是在讲战争的事情 第二个公约啊是日内法和平公约 因为要达成世界和平嘛 所以要遵守日内法和平公约哦 第三个是红十字会总章程 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四个是美国陆军总署 野战手册 他总共有三千多条 这样构成战争法 还要参考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 他一些判例 判战争法的事情 还要综合一些惯例法 这样组合起来才组成战争法 很多人都说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战争法 你就跟他讲 战争法就是这些组起来的 这个清国的政府啊直到十九世纪啊 才准许汉族啊 到这个内地的省份去追逐哦 以前是不准的哦 以前你汉人不可以住到蒙古 不住到满洲的地方去 那时候是奉天啊 奉天是只有满洲人能住啊 汉族不可以随便乱搬啊 骗瓦不准出海有没有 骗瓣不准出海 所以啊 那时候中国啊 根本就没有来台湾多少人 支那人喔 不会来台湾多少 那时候清国的那个 孙中山啊 他只想驱逐达� 有没有 达鲁是谁 达鲁就是达旦人嘛 对不对 他们那时候只想驱逐达鲁而已 如果我们讲到这个蒙古啊 你们查一下网路都知道 蒙古 所以啊 我们都知道这些历史啊 你网路查一下都很清楚 有兴趣的查一下 我们今天的课啊 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各位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 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 谢谢 哦不对 哦不对 是下课休息二十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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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